且说诸葛亮三季周瑜把七梁瞎笑得周瑜活活气死 且又帮刘备在荆州站稳了脚跟 而此时西梁太守马腾骑兵攻打曹操却兵白被杀 马腾之子马超并为随军出征 在西梁听到父亲被杀的消息悲痛欲绝 点起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曹操的许多杀来 攻破了长安 同关一路势如破竹 曹操逼不得以亲率大军来到同关于马超的西梁军决战 两军对阵曹操见对面西梁兵马人人涌见各个英雄 簇拥着一位白袍银凯英俊勇猛的小将 正是马超 马超一见曹操咬牙切齿挺枪直杀过来 曹操身后的于晋处战两马一交斗了八九个回合 于晋不敌拨马变走 又有张和迎上前去 但也直到了二十个回合 又被马超打败 曹操不将李通挺枪处迎 结果被马超奋起神威一枪刺死于马下 马超将长枪一招微风铭铭 西梁兵呐喊着一起冲杀过去 曹操这边连出三将却两败一死 士气大大受挫 顿时就乱作了一团 马超神勇引百于其 直向曹操所在的中军杀去 曹操在乱军之中只听到西梁军大叫 穿红袍的便是曹操 曹操慌忙脱下了身上的红袍 又听见西梁军大叫 那留着长絮的便是曹操 曹操大惊失色 连忙把刀割断了胡须 但又怕被人识破 扯了一块起脚包住了头颈 曹操正走之间背后马蹄声急迫 回头一看正是马超 大喝着曹操修走 曹操下的马鞭都掉在地上了 绕着一棵树奔跑 马超一枪炸在了树上 幸好此时曹操赶来大叫着 无伤我主 曹操在此轮到纵马来战马超 斗过了四五十个回合 渐渐刀法散乱气力不足 又有曹操部将下侯渊引数十人赶到 马超毕竟只有独自一人 只好拨马回去了 回到营中 曹操听闻马超又添了两万兵马 不由大喜 部将们都非常不解 马超添兵 丞相怎么反倒欢喜啊 曹操说道 等我剩了马超再来说给你等知道 不久又有军报说马超有天军马 曹操竟然设言欢庆 部将们不见暗暗偷笑 曹操说道 你们是像我没有打败马超的计谋 那你们又有什么计策啊 其实曹操心中早已算定 马超不断增兵 那后方必然空虚 准备正面渡过魏河和马超交战 另外派出精锐部队 起抄马超的后路 但正面渡和河等艰难 曹操正在船上 马超已经赶到了岸边 弯弓搭建 剑无须发把那船上的驾舟之人 一一射落水中 危急时刻曹操的护卫 徐楚奋起神威 用双腿把柱舵 一手撑船 一手举着盾牌遮挡住曹操 虽然身中好几件 却丝毫没有半分退役 曹操手下的一名县令 集中生智把寨中的牛纸马匹全都放了出来 顿时漫山遍野都是牛马 西凉兵都去争夺牛马无心恋战 竟然曹操就此脱离了险境 再一看那徐楚因为身上披着重凯 剑都嵌在了铠甲之上 马超回到营中问道 那拼死护卫曹操的猛将又是何人 有人告诉他 那是曹操的护卫徐楚 人称虎吃 勇力过人 如果遇见了千万不可轻敌 很快马超接到了徐楚的战书 要和马超单人匹马一决高下 此日两军对阵 马超提枪纵马力于阵前高声大汉 虎吃出来 速速与我一战 曹操见识马超英气逼人不禁感慨 马超之勇犹如当年吕布啊 这时徐楚拍马五刀而出 马超挺枪接战 斗了一百余个回合胜负不分 两人的马都已困乏 又各回军中换了马匹出来再战 又斗了一百多个回合不分胜负 徐楚兴起飞马回到阵中卸去盔甲 赤裸着上身又来和马超决战 此时双方军士都大声喝气采来 两人又斗了三十余回合 徐楚举刀砍向马超 马超侧身闪过 一枪往徐楚的心窝刺来 徐楚扔了刀夹住了马超的枪 卡叉一声响竟熬断了枪杆 两人各拿着半截而在马上乱打 双方将士见此情形 也都混杀起来 曹操兵马再次大败 不能力战曹操只好继续 于是秘密收买了马超手下的几元不将 让他们暗中捉拿马超 计策被马超识破 西梁军中自相残杀起来 曹操趁乱引军来攻 马超只带着三十多气 杀出一条血路亡隆溪而去 曹操大败马超的消息震动天下 引起了汉中的张鲁的万分紧张 张鲁怕曹操下一步便会来攻打汉中 于是准备先发兵攻打刘章的西川四十一周 这就让刘备和诸葛亮找到了取得西川的大好机会 补养地利益